现场的消息来看到卢州县通车了 那么今天的卢州县的这个沿线的民众呢 要到台北上班的话时间可以缩短了很多 不过是不是因为人太多了 一下子呢要转成到淡水县的手扶梯 竟然是因此当机了 我们连线在现场的记者王举金来告诉我们 举金 好的主播各位观众 卢州县幸运第一天呢 不过其中的大战呢 民权新路战就在刚刚差不多7点15分左右呢 发生了往淡水县的手扶梯 突然故障的意外 当时呢有很多民众还有很多学生呢 都站在手扶梯上面要去搭列车 可是却被突如其来的故障意外 正是吓了一大跳 我刚好搭上了的时候呢就停掉 是因为人太多吗 我不知道 那为什么突然停掉 会不会讲一下刚刚的状况 就是很多人搭 然后就有些人用走的 然后走到一半的时候就突然停掉 自动停掉 哦自动停掉 会想出现这样的状况吗 不好意思他是别站过来支援 哦 那会想出现这样的状况吗 目前手扶梯故障原因还在调查当中 不过还好呢 手扶梯是缓慢的停了下来 没有人受伤 那么现场工作人员 马上做出了检查跟维修的动作 那么故障手扶梯呢 目前围了起来 不过呢 等一下到淡水县的手扶梯 从两个也变成了一个 就担心哦 八点上班人潮越来越多 那么恐怕等一下不只要排队搭列车 还要排队来打手扶梯了 那么以上就现场最新情形 把镜头交往给棚内主播 好就是看在民权西路站的最新状况 那么是因为今天卢州站呢 那么通车之后呢 是不是人潮太多了 结果手扶梯呢 一下子就当机了 好 谢谢大家